小萱 你要少吃点啊 你忙吧 吃一个 思紫 爷爷 明天你不加班吧 我让杜婶买了不少菜 明晚上早点回来 咱们一家一起吃个饭 因为是我 明天啊 明天我要和洛奇开会赶工 把新的设计图给赶出来 对不起啊 爷爷 姐姐 我明天正好也要出产 明天啊 想一想 哦 明天干妈要带我们去吃 吃好吃的 你们吗 你们都吗 爷爷您早点休息啊 都许你出口送出院 你看爷爷 好 现在失望一点 到时候就会越来越开心 不是吧 嗯 当初私里打通了关系 买入了KL的部分 这分红吃得好好的 宋浩宇忽然把资源拿回去 给了翻译 那我们怎么办 宋总的这波操作 确实让KL倍感冷清 意见很大 我已经尽力了 但就是压不下来啊 这不是都是因为 宋浩宇的老婆在翻译吗 这点都看不出来 如果公司让宋浩宇 这么折腾下去 我们这几个老人 一点话语钱也没有 迟早会被他洗牌出局的 年纪轻轻 就这么独断 再过几年 董事长的架子 还没摆到天上去啊 说白了 茂林也算他宋家的产业 他自然要扶持自己人 我说句诚恳的 大家是时候 该想想对策了 一个人都不在家呀 今天真是个好日子 自己过吧 来说好 拍张 丝你 5分钟 1分钟 4分钟 1分钟 1分钟 2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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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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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进步 谢谢爷爷 我会继续努力的 嗯嗯嗯 好啊 那个 黎欣啊 爷爷可就等着喝你们俩的喜酒了 绝对的 爷爷 来来来 请走 KL的事已经万事俱备 只差东风了 俗话说打蛇打七寸 在东风刮来之前 我还有最后一件事情要做 你们等我消息吧 毕竟动作务 好戏终于要开场了 弟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走 喂 怎么啦 你在干吗 想我了 是啊 已经四个小时没有见了 怎么搞得我们好像刚谈恋爱一样 我们不就是在合法谈恋爱吗 一会儿去见你吃午饭 不行 我现在手头上还有点工作 没忙完呢 怎么这样啊 你等会儿有人敲门 谁敲门啊 不知道啊 这个点 你在干吗 吃饭了吗 我 我不要来接你吃饭吗 肯定是没事啊 我不跟你说了啊 怎么了 是有重要的人来了吗 对啊 我男朋友来看我了 那好吧 那好吧 不打扰了 你怎么来了 就怕你饿着吗 给你送饭来了 快进 快快快 快吃饭 一会儿凉了 怎么大中午的 来给我送饭啊 不耽误工作吗 我记得之前有点不止录送 而且还亲手给我付饭 那我男朋友真是懂得礼上往来啊 对了 我研究了上次那家婚纱 我觉得 稍微有点太贵了 要不咱们换一家吧 你这种考虑喜不喜欢 其他的都不用管 那 晨晨和萱萱 是不是要再当一次话筒啊 我们给他们选一个同款吧 让他们看起来更像双胞胎 多有意思 四头 我一直有件事情 没来得及跟你讲 你说 什么事啊 我说了 欢迎神气 你先说 说不完我再决定 要不要生你的气 先不吃了 其实 先抱一下 先抱 快说 什么事 薛薛和晨晨 同一天生日 并不是 不是什么 你接吧 万一有什么事呢 怎么了 啊